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国语晚间新闻是由明瑞集团特约赞助播出 进步保守党接自由党秘密向市中心工程批准紧急援助款 批评自由党财政不透明滥用纳税人税金 乌克兰军方直升机遭击落造成最少14人死亡 本人好 各位观众朋友 今天是2014年的5月29号星期四 欢迎您准时收看今天的国语晚间新闻节目 首先来关注本地方面 首先来关注安省选战 安省进步保守党公布了一份政府文件 显示自由党政府曾经秘密批准一笔超过3亿加元的紧急援助资金 对象是多市市中心的一个地产发展项目 文件显示自由党政府曾经拨款7100万 给多伦多市中心的马尔斯发现区兴建研究中心 并向整个计划拨款超过2亿3千万加元 但文件显示接受拨款的项目以及工程的承建商 无法偿还这些贷款 有保守党省议员批评委员政府暗箱操作 秘密批准紧急援助资金 显示该党财政不透明 无法妥善运用纳税人的税款 此外 自由党的财政监督不利 还透过电子医疗系统 以及空中救援系统的财政丑闻显示出来 自由党政府所掩盖的种种财政问题 令政府的财政预算连年债台高筑 而新公布的文件证明自由党政府没有吸取教训 反而令问题恶化 对于保守党的抨击 自由党省长维恩今天在多时拉票时称 文件内容与事实不符 进步保守党只是想借助此事 转移人们针对保守党备受争议的 百万就业计划的注意力 维恩称 对马尔斯发现区的紧急财政援助 是一个负责任的决策 计划可以令省府增加办公场所 而且不用支付租金 再来看 401高速路南行县连接427高速公路的扎道 今天早上发生了7辆汽车连环相撞的交通意外 意外造成4人受伤送院 其中有一名女司机在意外发生后 一度被困在车内 目前伤情严重 警方封锁意外现场 直到今天中午12点45分左右重开 皮尔区警方正在追查 一名涉及至少两宗性侵犯案的疑犯 案件都发生在宾顿市 第一宗案件发生在昨天下午大约4点 一名22岁的女子在Queen Mary Drive 加McLaughlin Road地区的公园散步时遭性侵 警方相信同一人在5月13号 性侵另外一名20岁的女子 警方描述说 疑犯是20岁上下的黑人青年 身高5尺5寸左右 鼻子较大 黑色卷发 钻石身穿紫色连帽衣 浅棕色裤子 警方希望知情者踊跃提供线索 急救人员证实 石家堡地区昨天发生了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 有一人死亡 另有三人送院 事件发生在昨天下午2点钟 在Ecklington Avenue 加McCalvin Road地区一栋公寓 死者为一名男子 身份没有公开 他在现场被发现时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送院后证实不治 据消防方面表示 当时4名工人正在地库停车场 使用多部气压清洗机进行清洁 相信是由一氧化碳泄漏 而导致此次事故 大厦地面六个楼层内的住户 全被疏散 以让紧急救援人员进行调查 加果方面 被试省公校教师的劳资纠纷 仍然没有解决的迹象 不过课外活动能否正常举行 今天可能会明朗化 被试省工作安全局证实 学校局部关闭期间 教师会获得劳工保险保障 不过教师联会主席伊克表示 这样并不代表课外活动 可以如常进行 因为教联仍然要等候 今天劳动关系局聆讯的结果 伊克还表示 如果资方取消罢工期间的减薪 以及局部关闭学校措施 教联就会取消轮流罢工活动 如果资方不肯让步 教师联会会采取坚定行动 伊克不肯正面透露 下一步行动内容 他只表示 下一轮劳资谈判 相信会在星期二回复 老公关系局今早11时召开聆讯 处理教师联会 针对资方削减教师薪酬10%的投诉案 本国一项最新的研究发现 青少年发出色情短信的情况严重 这项由非牟利组织 MediaSmart进行的调查发现 接近1%的7到11年级学生承认 曾经发出自己的色情照片 有大约1%则表示 曾经在手机上收到色情短信 男生发出色情短信的几率 是女生的两倍 曾经发出色情短信的学生之中 有大约两成半表示 知道有关短信会转发给其他人 MediaSmart还发现 男学生定期观看色情电影的情况 令人担忧 好了 加国新闻之后 我们稍事休息 这一段广告 广告回来 将面打来国际新闻 天保旅游提供专业旅游服务 总部位于加拿大多伦多 在北美与中国共有12个分设 地面接待能力强大完善 致力发展网上旅游消费 足够出户完成机票和旅游团预定 保证您自由出行 网络空间风采无限 天保旅游 让您的人生旅途更精彩 是不是你们这辈人 没实现的梦想 就想让果冻实现呢 这样会把他给累死的 果冻的父母在外企工作 赚得比咱们家多吧 而你说果冻那孩子 他快了吗 我看他一点都不快了 这跟人家有什么关系 你还是理性点 马明玉 我跟你把话说清楚了 你回不回家我不在乎 难道你不管你儿子了 你又没得当父亲的责任 一般的瞬间可能人就 会死人吧 会晕倒了 然后呢送到医院里面 还发现他可能跟刚刚 尼古姐讲的后遇症一样 而且是不是有远红 爱线的东西啊 那个太阳光里面有吗 第二个的话 也可以增加什么 我们的维他命D的一个系统 对 在干嘛 按照这个刮沙板呢 顺惊而下 因为我们这边手臂上 外侧里面有三阳机嘛 实际上没有 顺惊而下 大温房产 三月二十七日 猫TV隆重推出 这意味着 Evergreen先生 新闻视角 全方位房产新闻报道 深度对话 专业嘉宾详细解话 热点聚焦 热门话题 十七周中 逢周四晚九点播出 周六五间十一点半重播 好 欢迎回到晚间新闻 为您带来国际方面的消息 沃克兰军方一架直升机 被反政府武装分子击落 最少14人死亡 直升机是在东部城市 斯拉维·杨斯克 被武装分子 用监托式防空火箭击落 军方消息指 遇难者包括乌克兰一名少将 乌克兰代总统 托尔奇诺夫表示 直升机被击落 不会影响 轻角恐怖分子的行动 会将所有罪犯绳之于法 乌克兰政府上月初 开始在东部地区 展开反恐行动以来 至今已经有 近百个军警死伤 埃及总统选举投票结束 投票率不足四成半 初步结果显示 前国防部长赛西 得票率超过九成 顺利当选为埃及总统 总统选举在当地时间 星期三结束 埃及司法部表示 点票工作已经接近尾声 初步结果显示 前国防部长 及武装部队总司令赛西 以大热姿态 获得93.3%得票率 压倒性击败 得票率只有3%的唯一对手 左翼候选人萨巴西 总统选举投票原定为期两天 但最高选举委员会临时决定 将投票延长多一天到星期三 声称是要鼓励更多选民投票 不过投票率仍然偏低 只有大约44.4% 远低于前年总统选举的近52% 有当地评论认为 赛西在此次选举当中胜券在握 当局延长多一天投票 提高投票率 只是为了增加赛西当选的受任性 也有分析认为 有军人背景的赛西 去年7月份领导埃及军方 推翻民选总统穆尔西 被视为是化解当地政治乱局的重要人物 成为民众拥戴的对象 但他当选后 可能会重施前总统穆巴拉克的铁腕政治 维护军人利益 漠视民众要求政治改革的诉求 令埃及再次走上军人统治之路 肥胖问题对世界各国构成越来越大的负担 无论富有国家还是贫穷国家 都要面对同样的问题 最近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 全球大约有30%的人属于肥胖或者过重 人数多达21亿 美国的肥胖人口最多占了13% 而中国和印度的肥胖人口 加起来占了全球的15% 位于美国西岸的华盛顿大学健康指标 及评估研究院在权威医学杂志次真 发表报告指 研究人员于1980年到2013年间 在全球188个国家和地区进行调查 得出这个历来最全面的结果 统计数字显示 中东和北非 中美洲 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 国家和地区 肥胖人口比例已经上升至 一个令人吃惊的水平 无论男女 肥胖和过重的比例都上升 男性有29% 上升到37% 而女性则有30% 上升至38% 肥胖男性数目升幅最大的是 新西兰 巴林 科威特 沙特阿拉伯和美国 而女性肥胖人口升幅最大的是 埃及 沙特阿拉伯 阿曼 宏都拉斯和巴林 最富有的国家美国 肥胖人口是全球之冠 占全球肥胖总人数的13% 不过美国当局辩称 该国的肥胖人数只占全国人口的不足5% 世界知名冒险家兼判言好手波特 最近带着他心爱的小狗一起登上瑞士一座山峰 进行定点跳伞 这只小狗叫做Whisper 他和主人一样勇敢 在瑞士一座山峰进行定点跳伞 他的主人是世界知名的冒险家波特 波特先为Whisper穿上飞行衣 再把Whisper背在背上进行定点跳伞 最后安全着陆 片段上载到YouTube 短短两天已经有30万次点击率 又是新闻的世界知名的冒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嗨